孩子们热切的跳起洗手舞 把洗手舞步骤失措冲篷擦记的滚瓜烂熟 即将进入四月肠病毒的流行季 卫福部机关署与长期耕耘洗手教育的素食业者 慈善基金会洗手合作推广洗手教育 并且共同宣布2018年150所的校园巡回活动正式开跑 我们长期主动的投入资源 然后来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来教导小朋友 这个洗手跟肠病毒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上山下海 那去了大厢小镇 那也去了很多的离岛甚至偏乡 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小朋友可以持续的不断的 这个维持这个健康的身体 机关署表示从3月18号开始为期一周 肠病毒门诊数就达3769人 副署长呼吁肠病毒的传染性强大 主要经由肠胃道或呼吸道感染 有可能透过接触病患皮肤上的水泡 或分泌物传染 而正确的洗手方式是最能预防传染病毒的方法之一 洗手因为这个肠病毒 它其实用酒精也没办法去消毒 所以大概要透过这个戳 还有这个肥皂的部分 来一起把这个肠病毒的部分把它破坏掉 吃戳 葱 盆 擦 这是落实这个五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机关署再次提醒 台湾气候温暖潮湿适合肠病毒生存 由于目前尚未研发出肠病毒的特效药及疫苗 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大人小孩都要贯彻 勤洗手的习惯 注意个人卫生可以大幅降低感染的机会 原市新闻局阿塞 麦徐家荣 台北市采访报导